我們警方在今天較早之前 拘命拘捕五名男子 年齡18至22歲 有部份是大專生 罪名串謀縱火 我們港島總區刑事總部 經過連日調查 相信這幾名男子是涉及於今年 12月9日晚上 在立法局大樓外面的縱火案件 這幫人是有組織和有預謀的 他們當日是破壞了大樓外面一個火警鐘 將一些疑物體點著 扔進垃圾桶裡面 最後引爆 造成爆炸 這五名男子現在正被扣留調查 我們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拘捕 我們警方呼籲參加一些公眾活動 切物 帶備一些異言物品 或者一些可能會引致爆炸的裝置 例如一些壓縮氣體 如果各位市民參與活動期間 發現有可言人士 立刻通知警方 再者 這次犯案的犯案者 我予以強烈的譴責 因為他們罔顧法紀 罔顧生命 最後我們警方所說 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和決心 去打擊這些相關的罪行